在昨天一大犀牛队呢 主场首站有女球迷呢 拿着一个大大的看板 要帮洗票机Manny来加油 这个看板上面有张Manny大大的照片 不过挺尴尬的 因为上面根本不是他本尊搞错了 这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红人队 王牌投手叫Johnny 那么这个乌龙实在太有趣了 连国外的网站也特别截图 那么现在一路红到国外 这是终止目前最红的洗票机Manny 而这个是美国大联盟红人队的王牌投手 Johnny Q.A.头 两个人看起来会不会傻傻分不清呢 你看得出来哪个谁是谁吗 看不出来 这两个不敢人哦 他只是看起来头发往后剥而已啊 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其实两个人眼睛连不太一样 把两张球星的照片摆在一块 球迷乍看之下好像同一个人 一样的肤色一样的辫子头 就连进场球迷竟然也迷迷糊糊误用了照片 新鸟队27号主场首战上 女球迷举着特质看板超打仗的照片 底下还写上了Manny的名字 就连背后99号也一应俱全 但其实这位根本不是Manny 而是大联盟红人队的Johnny Q.A.头 Johnny Manny傻傻搞不清楚的画面 就连国外网站也疯传 原来这位被球迷认错的Johnny Q.A.头 是美国职棒大联盟 行星纳提红人队的先发王牌投手 实际比较一下 左边的Johnny Q.A.头背后47号担任投手 右边的Manny则是中华职棒 异大犀牛队的打击手 两个人实在差很大 球迷拿标语进场支持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心意嘛 那用错了我觉得就原谅他就好了 就连已经看球看了21年的资深球迷江先生也说 乍看之下Johnny跟Manny还真的有点像 球迷一定是不小心忍错了 但支持Manny就连照片也物质似乎有点小尴尬 张天璇 陈孔平 张欣 高雄报道